我是陈一华牧师 是宣导会感受堂的顾问牧师 也是依仗2033的一份子 大家知道吗? 原来现在全地球上有15亿人 未能够用他们能够理解的方式 去接触和认识圣经 地球上有七成的人 原来都是生活在口传的文化当中 而且半数人都未能够有足够的阅读 和书写的能力 这个数字是否很惊人呢? 但上帝就是借着圣经来向普世说话 听信真道是一个非牟利的组织 致力录制和提供语音的圣经 目标是希望在2033年 让世界上所有的人可以听到上帝的话 这个就是二仗2033 这个圣经不是靠一个人的力量去完成 而是需要有你和我 同样有心智的同路人去支持 我们要合力完成上帝给我们的大使命 让上帝的道能够传到每一个人身上 还有十年的时间 我们一起投入这个圣经 在2033年之前 为世界上每一个人录制属于他们的语音圣经 我们是被损赏的世代 来到去完成这个大使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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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